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BuyBuy和艺术有聊 我是Chloe 我是伊万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叫私密视频 哇 我们知道私密是很法语的叫photography 那你觉得这个安定 就是人生没有衣服的 对 安定就是来一个人的家吗 还是没有 没有衣服 脱衣服的 就是一进去然后大家都不穿衣服 这个安定是吗 就我们说到私这个词嘛 就是跟公相对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说私生活私欲 但其实我们说这个私设影的私在日语里 强调的是我 就它的反应词是别人 我们可以说所有出于拍摄者的个人欲望 还有它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我们其实都可以称之为私设影 拿说到日本 你想到什么 你想到这个 我是想到荒母晶维啊 艺术家 艺术家是荒母晶维 然后它最有名的作品呢 就是这个感伤之旅 荒母晶维的作品里有很多女性的身体 包括她妻子的裸体 如果我们跳脱出这个性本身 我们回到私 也就是荒母晶维 她自己的这个主观观点来看的话 那其实你看到性只是 关于她妻子连续叙事的一部分 或者说通过性 我们其实不能忽视的是爱 死亡这些其他主题 那也正是因为性这种 两个人才能参与的私密体验 使得爱跟死亡的主题 你跟观者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亲密了 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 但这个人你并不怎么认识 那她的死亡对于你来说只是单纯的一个死亡 你不会感觉到太多的感情 那如果你知道她的故事 她是什么样的人 她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事 你们之间建立一个联系的话 反倒是你跟这个死亡之间 会产生一种共情 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 都一直关注作品的叙事性 因为一切情感都是跟故事经历是有关的 我想起来之前看到的一个观念说 日本的遗迹让人更有想看的欲望 是因为她总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这种叙事性就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更能吊动人的情感 难过定 一个美国的女士女士非常喜欢 就是她会拍一些同性啊 艾滋病人啊 然后吸毒的人这种社会变态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安妮吗 也是关于一个人的一些很重的一些 病 那这些人她有自己的封闭圈子跟社群 他们也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那GoDick就打入他们集中 跟他们做朋友 跟他们建联系 展示他们的生活 那最后抛出一个问题 像同性恋 异装癖 吸毒的人 这些人如何能建立她自己的社会的合理性 作为一个封闭圈子里 从来不被接受的个体 她如何跟社会 其他所谓主流群体建立新的联系 这是她想要为我们抛出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去跟大家说的是一位美国的女摄影师 叫Diana Arbus 那她拍的人都是成长人士巨人等等 那即便是她拍正常人都是像 楼梯主义者啊 双胞胎啊三胞胎这种 我们看起来正常人也都不正常的人 而且她拍到他们是一种毫无美感的方式 比如说她第一次展出这些照片的时候 上面每天都会被人吐口水 你看这个双胞胎的图 这个很像库布里克山林的双胞胎是吗 对 当时据说库布里克就是受她的这张照片的启发 就是创作的那个 Arabus也是通过intime的那个话题 讨论个人与社会一起的那个关系 正常是什么不正常是什么 比如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场景 二字和巴马说话 但你首先注意到的肯定是 啊这是一个举人 Arabus觉得大家看到一个人 首先看到不正常的地方 她想要展示的就是这种正常人不正常的一面 和不正常的人的正常的一面 那我们最后呢再说一个女摄影师 叫Sophie Galler 一个法国的女摄影师 她是一个比较疯狂的人 她之前从巴黎一直跟踪别人 跟踪到威尼斯 这个人她完全不认识 然后她还给她取名叫Arabi 然后还给她在旁边虚构了一下她的故事啊 就是她的一个平行的人生的感觉 那Sophie Galler其实就是想展示个体 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元素 就是Sophie Galler 除了讨论人与社会间的关系 她也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有一次她邀请了24个人来她家睡觉 有些是朋友 有些是接证件的陌生陌生人 她让他们讲故事 然后每个小时拍视频 不是拍视频 拍照片 是照片 通过这种方式把私人的关系变成公开 再比如说她去威尼斯一个旅馆当务 清洁工 看放客有什么东西啊怎么办啊 介绍出这个人的故事 性格等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